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日第八場二級賽馬會一力錦片中,美麗總會拍出美麗大師和美麗傳承同場上陣 在這兩匹馬中,馬豬過全自己覺得哪一匹馬勝算較高 他笑著說,兩級賽賽勢力果然是美麗大師旺跡夠硬 但當日有餘,令到場地起變化或者跑到形勢有利前置 那就是對美麗傳承比較有利,說到底都要看天氣變化 再問他,這兩匹馬完成馬會一力錦標之後 是不是跟瞄準一級賽香港一力錦標,還是有其他想法呢? 他又回答,現階段他們很希望這兩匹馬都可以出戰香港一力錦標 如果美麗傳承真的跑國際賽,騎士人選仍然都會梁家俊 畢竟他覺得這匹馬跟梁家俊相當合法 而且他們對他的發揮也沒有抑舉碎心 美麗大師旺天就會配判頓排八檔 而美麗傳承就會連續三張配梁家俊排較久的二檔 蘋果優惠,開藍牙 好,星期六的西城雪市,今天就是沈大哥和我 因為沈大哥星期日就有一力錦標賽 開始國際賽,熱身賽就來了 沈大哥你覺得來到11月中 現在的馬房,高東來,大摩有沒有好一點點 還是蔡若翰真是搏殺? 以前的例子,十一月三大馬房一定有些攻勢 但今年我覺得你就要對這個說法有些少保留 除了John,蔡神仙就比較上符合我們的預期的猜測 一到十月後,11月發動攻勢 現在三爬兩步都去到前十名了 本來是美爾,跑美爾 當時開球的時候,我們大摩都贏了三四場 現在贏了六場,打算大摩比蔡若翰好 但我想告訴你,大摩先生請了貝湯美先生來做主席 現在排了多少次,排了五五,不知道是排了六 近那幾場 近就好過麥菲英文,又好過高大力 又好過文家良,又好過你現在 就輸了給鄭俊偉,鄭俊偉七場 鄭俊偉上年人差一點 上年人差一點,接信 現在他在第七場,大摩要六場 然後大摩還沒發動攻勢 我想再說一位貝湯美先生 我真的覺得他騎馬無召氣 走位笨著,就是靠大摩的董衝來 你知道了,香港很多騎士現在都很厲害 是好過他,只是我們梁家俊都好過他 那你怎麼去跟莫雷拉、潘頓等去鬥呢 所以在貝湯美手上的馬,應該跑第一 他可能跑第三 應該有位置跑第五、第六 那你,大摩我想請問你 你的馬上成績怎麼會好呢 你兩個大胚賽都是靠楊明倫和梁家俊跟你找的 就不是貝湯美,已經失禮死人了 你說不是,那些磅做不到 那我問你了,你竟然知道他輕撥馬 騎不到你,找他爬鬼嗎 是吧 好了,你現在看到這個貝湯美 暫時一無是全 沒錯 上次騎的尾,不知道是他的意思 你看看他,應該有位置 他走到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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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如果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早一兩年我已經說是貝湯美 不是一流的騎士 不是現在說是他的 可能他的媽媽生兄弟過生之後,他受了打擊 或者心理上是有些少不盡反退 但是你作為一個騎士,應該從這個陰影走出來 騎回好馬給他,看不是這樣做 好可不可我們道大哥,利來,進去飛出大人 我看他四十多,他可能怕死 你這麼年輕,沒理由你怕死 你知不知道,你走到外東衝 是沿途虧位無數 只是扣除那些虧位,你已經可以跑高些名次了 我同情到利來,人家老了 我又同情十三少,十三少都好過你 現在你成績,你只有三場頭 你熟不熟孫的,你四十多歲 你二十多歲仔,這樣搞法 現在呢,這個星期日呢,他騎士名譽千里 這隻馬火 這隻呢,就出過了,跑過了,熱過身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名譽千里六歲 還有呢,他雖然做過馬火 但是我以前的馬火 他沒有那些馬火的霸氣和風範 所以你一看呢,個個都覺得有機會了 我怕他也是跑柱子的 所以呢,你捧一下配拖尾呢,你真的要小心 你說你寵復或是Place,還可以Win呢 就想過了 我想馬主也想過了 隨便拖一下 其實很簡單的,好像那個場 英雄都不出了 即是我們大摩 是 出過其他那兩隻是不行的 擺明呢,他的主力在名譽之下 他都不敢玩魔法幻影了 如果你整隻英雄出來,還會想一想 原來英雄就沒有出了,退出 那就是擺明的背拖尾呢 我就跟你談 這次呢,如果你也是騎不到 你就不要怪我了 這次就考牌了 這次不是馬火 最大的對手英雄都不出了 給你了,將那個稅拳給你 希望你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幕後的鬥子就是如虹 喂,鬥子歸鬥子 贏不贏都會是另一回事 即是說,現在這匹馬 莫尼拉潘頓騎 那就有八成至九成的勝算 那他現在這位背拖尾生騎 其實只是五五波而已 知不知道,五五波 還有這隻馬六歲 那一場馬應該跑兩千 應該還有一隻馬克羅斯 對嗎 是 馬克羅斯你小心 上次第一次呢 莫尼拉潘領到終點 就被那隻銅馬符的新世紀所勤 即是銅馬主的 但今次呢 莫尼拉再攬上去呢 我想他把握這個步速和這個尺寸位 在哪裡發力,哪裡走呢 怎麼留呢 他有分寸的 反而我覺得馬克羅斯呢 這次有些機會為高東尼去捧杯 嗯 所以兩隻比明月簽 你馬克羅斯呢 我寧買當頭戲 寧願買那個騎師 他騎過一次他已經知道了 再騎呢 這場你高東尼應該是 知不知道 那你說其他的呢 我都不知道 我看好馬克羅斯就尹尾望羊 你問我兩隻買哪隻Place 我買馬克羅斯 我都不敢買這傢伙 分分鐘跑過第四 激到你嘔電都可以 總之這位先生呢 我就真的 唉不敢推薦 我覺得呢 大摩呢 如果想進入Big Four Big Five Big Six 就最好跟他解約 如果搞下去呢 我想馬主都會吵 出七場馬 一場Place也沒有 你說我不發動攻勢 不妨你到五月才發動攻勢嗎 是不是 我騎不發動攻勢 你騎給我看 有什麼Place啊 不過你騎到一決賽 我真的拋了頭 在證明他而做的騎工 不盡反退 將來會不會好 我不知道他還年輕 但目前來說 我不敢說他將來不行 目前來說 真的不行 那你自己想一想 至於蔡汗呢 就發動攻勢 拼命 真的 但是呢 我想過 我的徒弟不得了 現在二十一場 不是讓蔡 喂 初初說讓一下你 但你看看不對勁 這傢伙好像想做冠軍練馬師 那樣去夾 尤其是四五班馬 殺到他臨頭 現在他沒有一班馬 我想呢 阿羅富全場很快有 如果他這樣下去 分分鐘呢 真的被他從頭放到尾 威脅他不到 現在這條高東黎 還有這位大摩呢 我又覺得今年兩位大師都失色 嗯 高東黎的原因在哪裏呢 太過信任這個徒弟了 嗯 但是你這個徒弟呢 暫時 將來我不敢說 暫時是柳木 是 要丟一下 丟一下 丟也不行 為什麼呢 丟也不行 真的我覺得他騎馬 怎麼說 你都不明白 一個以前出道的神童賽 會騎到現在這樣 我真的扯了頭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有些人說 明時很不聽人說的 不好朋友 很不友善 我不會他 但是你真的陣上的演出 真的 怎麼說呢 不是幾年前你出道的賽民少 頗令到沈大哥的失望 我呢 希望你 是可以站得好 雖然你自認是英國人 但是你的血呢 是流著中華民族的血 都希望你好 就不要經常以外是英國人來自好 香港的地方 學一下廣東話 多點跟人溝通 英文呢 是國際語言 但是我們中文Mandarin很快也是 知道嗎 將來十年有超越 你都不懂 所以你不要以為 不學中文 我懂英文就行 不行的 你是在香港找食 如果你懂得說幾句廣東話 你又容易打天下的 你現在去到這裡 整個中國人走過去 跟馬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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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牛蒸就打低了自己的精英大叔 这个大鼻毛真的没有做好戏 是不是 然后双了一只猫 我真的不懂得出声 现在大鼻毛也有离奇了 我也不知道要聘请他来做什么 他最初叫做跋屁股 走到最后的耳朵他就跋屁股了 他还继续有得骑我 又拋头了 你是不是可以不聘请他来 请我第二个来客转行不行 我为什么要这么离道 这么多年了你不聘请他来 大鼻毛真例 那些马妹不行啊 他就跋屁股了 我不是说你做马不要这么难抵 你不断骑一下吧 对不对 不要这么欲酸 我相信你不是做马 你跋屁股了 摆明做马 没人不准 但你整个惯事 很呆眼 我不是说你做马 但我觉得你很呆眼 大哥我摆了下来 我摆一只马 香港现在马着没有摆马 不行我换一只马 就是等我朋友有一只马 你马师说呢 现在第四班 看下来第五班看又如何 不过呢 最好你还是换那一只 就是叫你 你这只马只有四岁 没赢过 跑了五六次 他就不行了 叫你换一只马 哪里还要疼马 不打他 大哥 你这么爱护一只马 对 不要买一只马来跑 你跑得你已经不疼他了 说什么要爱护一只马 是不是 你爱护一只马 就不会让你这只马去跑 为你服务 为你赚钱 你爱什么马 打吧 是不是 不是残忍 那些马打得太多 在残忍约束 你叫他跑得够约束 应加派 对不对 我不是说贼你 你这个就自相矛盾了 因为不要赛马 不要赛马 是不是 你真是 又怕人又怕痛 真是可忽这些理论 我觉得非常可忽 你打得用哪个过度 那些神经的你 他用哪个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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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有伤症 他用哪个过度 你真是叫马 不要打 不要打那么多 他用哪个过度 他用哪个过度 你叫不要打那么多 要不然要做两片东西 那你是不是离谱一点 打吧 打死也罢了 喂 沈大哥 你这样不要爱护动物 对啊 你打通 不要爱护就不要财马 财马 财马 你开鞭打只马就有弱速 他在自然的平远 跑得不知几个人 你捉了他 你捉了他 你爱护动物吗 哎 真是 又要做坏事 又怕人家说他 衰人 就是这样 是不是 掩耳道令 我最不知是魏事 魏事 魏事 从来就没有人炮军他们 魏事 用哪个都要罚钱 神经 停了手好吗 对不对 哎 你骂他就不要跑了 你等于那只狗 养大了 拖了他来吃 你说你爱狗 是 浪费 今年 嘩 连马斯就很争气 现在一二三 一二三 都是卓连 不止头两名 初初 九月十月 你就觉得不出奇 现在十一月 快到十二月了 还是我们的卓迟马斯 骑斯 你连马斯 在前面 是一二三 是 四也是 大哥 这个现象很少 很少 就是说 第一 那些传统的big four 有点浓米 我觉得他老了 不进反弹 就是不进步 就退步了 不如退步 不如叫他 就是可能大摩想交牌给他 是 高东尼 高东尼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 那些马 冷门 可以热门 又不行 很难捉摸那些马 有拨 就跑第二 即个卓 就骑不到出来 这个方面 当然是你的form 操练的程序 你用个骑斯 那么多第二的话 就不是说你不拨 你即是部署得不到 这些人是你的懦夫处 那他就搞定 又找 他个个骑斯都找 即是 那些灵活 就不可以灵活 对不对 你都要 不是 我其实呢 我主张如果 赛明说了 那么久 你不如去做骑马人 帮师傅操马 那些马 比人家骑好 对不对 至于吴家俊 就多数人 不多俊 不多奖俊 不只说你还没开齋 哎呀 阿俊你都骑了不少日子了 怎么会这样 都不发生人 你都要想 其实马哈罗斯好些 其他的全部不行的 真的又奇怪 他说你毛显东 你都不如了 那真的 反而毛显东 很争气 潘明辉 今季就立了有 知道吗 现在反而 我们看到 是梁家俊 就奋法向上 尤其那些左手边 甚至有高雅治的知彩 我相信是高雅治教他 链西同鸽 莫雷拉拼不拼得到他 是莫雷拉雷神的黑星 星期三又一剂 有黑刀 所以告诉他 不简单 他早一轮 我看到他在左手边冲上来 他说 阿俊仔进步了 以前是脱缸 脱缸 脱缸 最多是梁家俊 现在呢 哇神缸 骑斯当中 他在开缸 数一数二 有节奏 又漂亮 又打得好 又勇猛 过于连起几次 就斗赢了莫雷拉 梁家俊的转捏点 跟一匹马有关 叫美丽全盛 两次都 最少 是左手 这次是我想他 应该有机会尾链 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马力拼了两支 都是很用力 但是对手就强了 对手就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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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强了就真的梁家俊 因为每一支赢得很转 你知不知道 不是赢得轻松 马要休息 那拼法不行的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想这个星期二日 未必可以 下一个月呢 国际赛 我建议这次试一试 留一留 增进多些经验 留在国际赛再拼 如果这场再拼 在国际赛就很糊 可能这场拼 我国际赛不行了 又不出奇 这样想 这些部署是两套 我不是联马师 但我相信我做联马师 一是这场拼 一是这场休息一会 当神操练一年 下一次再拼 一是这场拼 三年纪算数 国际赛是你们 因为有外国嘛 不只是香港嘛 那看他怎样 你知道 如果讲斗子 讲俊仔近年来的表现 都可以投一票 好 是啊 上年有超过13个Racing YouTube Channel 而在上一季 就有超过650集的财马预测 一经入围的朋友 就会有专人提供发展基金给你们拍片 咦 那还有机会让我上位 真心保得输 喂喂 师傅 快点来参加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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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